嗨,大家好,本期视频呢,我们又见面了,那么在本期视频当中呢,我想跟大家聊一下,在中国读书,到底有没有用,或者说读书到底是不是中国底层人的唯一出路? 为什么,嗯,为什么突然要想,就是说聊这个话题,因为我经过很多,很多那种,就是你中国大学毕业嘛,中国大学毕业,你这样,什么,什么科技大学,什么,呃, 什么就是什么,什么什么大学,然后就是211,985都进不了的那种,然后毕业照样,照样找不到工作的嘛, 但是,我倒是觉得读书出来有没有用,不能以,就是说, 去找工作,来进行这个衡量, 因为,因为就是中国的教育怎么说吧,它就是,它就是一种共产党的洗脑教育,洗脑文化嘛, 在这直接场白的时候就这样,你听话吧,你就上,你就上,上学,你就上的层次稍微高一点,可能你考读研究生,或者你基础不是太好, 然后呢,你就是说,呃,你可能,对,就是技术不是太好,你可能是个专科,然后你在中国,然后你只要就是听党话,跟党走, 基本上,基本上,基本上都不吃亏,但是,但是,但是说白了,中国政治课这种东西,根本没几个人愿意去学, 不是说愿意去学了,就是,一个,首先是信里边的东西,就是,是根本没人信的东西,这是第一个, 第二个是什么呢,第二个是说,就是说,目前这个社会环境下,嗯,实际上,实际上,基本上,就是,就我观察到周围的这些同学啊, 或者是我这个年龄段的朋友,对这个共产党,基本不抱什么期望,就是,呃,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抱期望吧, 就是,一个是,一个是害怕共产党的高压政策,就是说,共产党你要不,不听话,高考证神,过不了,啊, 啊,然后什么,亲戚高考证神,过不了,啊,这是,这是一个,然后呢,再就是,共产党确实是,洗脑教育也算是比较成功,啊,也就是,导致说, 哎,就是,导致说,他不认为,中国的这些问题,就是包括什么,什么,就是,很多,中国的很多问题呢,实际上都是共产党造成的,而,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成功的,至少是说,让90后这一代, 从,就是说,呃,完全的不相信,共产党,但是呢,因为共产党的教育嘛,所以对共产党还是有一些好感的, 实际上,实际上,也就是,也就是,也就是,就学生来说是这样,但是你如果出社会久了,然后,你在中国一没钱,然后二没人,三没关系,你就会发现, 然后你,然后特别是,当你在,就是,社会底层的时候,就是,同样都是,就是,同样,比如说在美国吧,或者,呃,美国可能不是很恰当,那就举台湾这个例子, 同样都是社会底层的时候,你在台湾,然后你在,中国,你真,就是,就是说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,非常,非常大的不同, 为什么,为什么说就是,它的不同非常大呢,就是,就是说你能感受到,整体,就是,中国那种原始,社会底层那种原始的人吃人的社会呢, 就是,现在依然是,就是,现在依然是,这么多年,基本上依然是没变, 嗯,说实话,台,台湾这边,社会底层我没有接触过, 但是,就我整体而言,至少,至少我感觉,就是,周围的台湾人,台湾朋友,都很开心, 就是,我有时候,我有时候就感觉,中国人,中国人活得特别累, 就是,转天为了,三,三百万美,就是,不是三百万美元,三百万人民币,在美,换成美元的话,在美国能买好大一套房子, 呃,现在在中国三百万人民币,还是便宜的房子,然后, 然后,中国人,就,分都一辈子,然后就,工呢,工个二十年,还是,三十年, 然后,前,应该是前几个月吧,然后,还有那个叫,就是,你,你死了以后, 然后,你儿子,还,可以,还得还贷的那种贷款, 我估计,下一步,可能就,什么,什么,祖孙三代,然后买一套房子, 这个,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,就跟当初呢,文化大革命一样, 他们,他们说文革结束了,文革走了,现在文革,实际上,在网上的这种文, 就是,这种中国网上的这种文革,早就开始了, 整天就是什么,厉害了我的国,厉害了我的国,然后,又是什么, 呃,上纲上线,呃,中国人就整天不干,不干别的嘛, 整天就是,上纲上线,阶级斗争,一点就零,一点就零, 行,本期,本期视频就先,就先,就先做到这里, 谢谢大家